2015年的B2來到傳說中 神級一般極難極難的一年 這份東西的難度在於它是一個哲學的範疇 剛好朱老師實不相瞞在大學主修翻譯 副修哲學 因此這份東西就算它看到Ea松幹 錯到九菜也好 它都會告訴你它是搓搓有餘 感覺到趣味無限 當然朱老師是一個成年人 讀了三年的大學 還要出來工作有錢有時間看書 他哲學的訓練是高於你幾班 你只是一個網到九菜 還要讀七科的一個中學生 你就問為何要我承受這些苦難 為何要我受這些折磨 當然考試是公平的 你一個人去面對的時候 還有萬多人跟你一起去面對這件事 是公平的 這樣說你會舒服點 而另一方面就是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制度 就是你要成為那樣東西 你首先要證明自己已經是那樣東西 就是你現在下一個DSE大學入學史 那你就證明你有大學生的閱讀能力 大學生的哲學慧根 那我們就修理入讀我們的大學 為我們學校爭光 那這個就是香港這麼有趣 或者可以說荒謬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起跑線都會推前了 幼稚園操定小學的卷 小學操定中學的史題 中學又操定大學的各種的史題 那不是很合理嗎 那當然你就說我很害怕很擔心 我哪裡可以找一些大學的史題呢 答案就是A-level 你是可以做好十年八年的A-level題目 你就會發現這一篇的程度 絕對不算是特別困擾的 那你會從此就不覺得它特別可怕 你就會有個好分的啦 Young minds in critical condition 就是年輕人處於一個critical的情況 那這個題目就有雙重意思的 我們一會兒會回來再看 每個學期都是這樣的 那一個學生就很興高采烈 得意洋洋 勝利者一般triumphantly 就指出 盧梭是在自貶著 自我矛盾著 自我傷害著 當他說 思考的人就是墮落的動物 他就是在自貶著他自己 而愛陌生呢 叫大家去自我依賴 自立的時候 其實就是叫大家依賴愛陌生他自己 那我就嘗試他不要顯得那麼weary 那我就叫那個學生去想像一下 那個作者呢 其實都有想過這些情況的了 嘩 看完一頭沒水 我們再看完第二段 那就是與其去找 嘗試在一些文本裡面 是挑錯處呢 我就建議我們不如呢 是以採取一個觀點 是覺得呢 作者是去 特意去創造這些矛盾 是令到讀者 與我們一般的讀者呢 是思考一些更有趣的問題 我們怎樣去看 在不平等和學習呢 又或者呢 我們如何去保持一個獨立 站穩我們的陣腳 同時呢 又去開放我們的心靈 是去接受這個世界 給我們的思想衝擊與啟迪呢 是啊 我們去批判我們的作者呢 是有某種的快感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將自己放入別人的思維 從而去從中得到啟發 豈不是更有趣嗎 那這裡有一個提解了 這個例子呢 就不是亂來的 其實呢 In equality and learning 其實就是講回阿盧蘇 而這個站穩一站腳 同時開放心靈 這個其實就是阿愛陌生 我陌生在這裡 就是這個Self Reliance 我們最聰明的大學生呢 都是很擅長玩批判的 那事實上呢 顯得聰明 對很多人來說呢 就是等於要懂得批判 那擁有很強的批判技巧呢 是意味著呢 你沒有那麼容易被人騙 是一種世故和歷練的象徵來的 尤其是呢 加起來 你好知道自己有什麼特權 好熟悉法律 好熟悉條例 自然就好懂得走法律 利用灰色地帶 什麼都要找你的律師 什麼都見你的高層 是吧 這樣 好熟悉得走正面 世界仔一般 這樣的意思 好啦 那我嘗試去解一解呢 這道文章的兩個主角 一個是盧梭 一個是愛陌生 到底是說什麼呢 那明明我們哲學家呢 是很鼓勵思考 很鼓勵反思和反省的 那為什麼盧梭呢 就會說 誰是反思 誰是墮落的動物呢 或者這樣想 不要反思那麼多 那就是要做多些什麼呢 就是要行動了 你僱著反思 你就缺乏了行動呢 那你就堕落了 舉個例子 阿婆過馬路 跌低 整袋鏟滾到一條馬路都是 那你是應該要扶她的嘛 你的測忍之心 你的本能 你的臨場反應 覺得好像是要扶起阿婆 但是這個時候呢 你就受過很多的高等教育 很多的learning 令你在分析著這件事 你覺得呢 咦 阿婆其實是一個老人家 她對於人口老化 她對於我們整個社會的GDP 生產力 和這個的退休保障呢 其實都是一個負類來的 那不如呢 不要幫阿婆讓她被車車死吧 又或者呢 你看到很多的新聞呢 知道有些騙徒呢 是會 分分鐘你扶起阿婆呢 阿婆會告你整斷她的臘骨 都不頂的哦 那你想得來呢 人家的交通燈都轉了紅燈 那阿婆呢 要是被車車扁了 要是自己起床跑走了 OK 那你想得太多 你就是堕落的動物了 你反思得太多 想得太多牛角 但是呢 這麼偉大的宇宙的真理 那些學生呢 只是想到 字面的一些矛盾 咦 作者叫我們不要反思啊 但是他想得出這句這麼厲害的東西 其實他自己都在反思著 那就是說他自己是堕落的動物啦 嘻嘻嘻 那些學生就覺得自己 很厲害 很厲害 在一些偉大的問號 哲學的巨碼 手中呢 挑到一些的錯處 愛陌生這個就比較簡單 他叫大家要信自己 靠自己 但是你為什麼學會信自己 靠自己呢 你首先其實要信了愛陌生 那就是你要聽他話 靠他 依賴他的理論 你才會學會自立的哦 那你又是有個矛盾 contradictions 有個吊詭 我們在哲學稱之為 渤論 似是而非 或者似非而是 paradox 那這些情況呢 其實我們做教育的 都經常見到的 譬如老師呢 現在要跟你講一個宇宙的真理 話說你昨天 那昨天我就這樣這樣這樣 那你聽到老師走音 你就不會記得他的宇宙真理 你只會記得老師走音 甚至十年後你和同學都會說起這件事 取笑老師 從此你就錯過了一個偉大的宇宙的終極的真理 或者阿sir 現在跟你講一下 考PayPal1的一個神技 神技就是呢 講講講講講 然後你就見到老師沒有拉到副鏈 那你就正是著眼於那個副鏈 那個神技反而是忘記得一幹二井 聽不入耳 那你就拿到一些小聰明 但是又錯過了一些大道理 好 那我們先做59條 Micro Roth是誰來的 其實就是文章的作者 你發現找不到呢 那是這麼奇怪的 C 那Amazon就是B 那A呢 就是這個魯騷 對啦 魯騷 那Michael Roth作者 或者教授 或者這個大學的講師呢 是努力去嘗試 不要顯得那麼疲勒 這個字如果不懂 就會沒什麼信心去作答 那52%呢 我們來看看 A 覺得那些學生不夠自立 不是啊 這個是愛陌生說的 沒有回應到魯騷那句 那些學生不夠想像力 他們想像不到 其實作者已經 一早預料你的學生會捉他自立 那是有可能的 那他覺得那些作者不夠有趣 那這個是很奇怪的答案 那最後呢 他已經回應過這些 comments 無數這麼多次了 是啊 那這裡有個提示呢 其實每個學期都會發生的了 又禮啦 OK 又是這些懶聰 捉自立的小朋友的鬥釘 啊 其實啊 其實啊 作者吃鹽多過你吃米啦 OK 那所以呢 已經是發生過 DOT了 但是我作為老師呢 又不可以潑他們冷水的 又要顯示得很熱 哎呀 聰明啊 真的很聰明啊 那我現在很有耐性地跟你說 嗯 不如你嘗試 就是用一個角度去想一下作者 其實已經想過啦 OK 這樣去做一個專業的教育工作者的角色 那剛才花了那麼多時間解題呢 是高難度的 那就是呢 但是有一個字呢 其實是告訴我們 那些學生覺得是有contradictions 這個quotation mark 正正是學生覺得有矛盾 學生覺得作者錯了 好 57的答案 Rosso is a depraved animal because he himself too is reflecting 他自己在反思 就是他在說自己堕落 那那個笑點在這裏 那如果真的看得很透的同學呢 就會答到這個 那相信這篇文呢 他都會看得很明白的 或者呢 你用第二段給你這個字 他自相矛盾 His claim is wrong Ironic 都可以啦 反諷的 諷刺的 那為什麼那些學生嘴咬喬 覺得自己好巴弊 好得戚呢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對的 是smart的 是sophisticated 或者he is challenging a famous person author theory he found mistakes in the text which shows hi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33% 哪個字第二段呢 最能夠代表 學生對於這些作者的批判呢 那這個題目呢 大家要看得明白的 總結 學生的 呃 批評 那就是他們覺得這些作者犯了什麼錯 就是這樣啦 那你就不要找那些字呢 去形容學生的 的批判 譬如 unfair啊 譬如是stupid啊 譬如是懶惰啊 譬如是懶惰啊 這些字 就不是形容著學生 是講著 結案陳詞 學生覺得這些作者犯了過什麼問題 那可以是一個字 或者是一組字來的 那就是contradictions啦 或者是apparent 表面的contradictions 11行的it指什麼 看回11行先 對了 這是一個 世故歷練成熟的表徵來的 看回最前這兩個 Being smart是不收貨 Having stro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eing critical Being smart 或者strong critical skills 人家問你it 這個不是it 留意gramma 小心跟回 singular singular 第四段都很重要 我們看一看 那這一種呢 對於不肯接受別人影響的心態 加上呢 是去 彈開一些責任 明明你有責任去聽書 那你就彈開這些責任 只是一尾去顧及自己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優勢 那實在呢 這種心態的人呢 在大學的生活呀 學習呀 玩這個遊戲 玩這套的制度遊戲呢 是有好處的 是可以上位的 但是這一種的能力呢 是去到大學以外呀 就不會幫到你很多的 It won't take you very far 將那些事物解構 拆開來 和踩低別人呢 是可以給到你一種 Synicism 的滿足感 但是呢 是Thin Grow 那你會不懂這個字也好 你知道呢 Satisfaction 是好東西 那這個Thin Grow 一定是壞東西來的了 有個But OK 跟Roth所說呢 學校所學到的技能呢 是 Once Students leave the Campus 一離開校園呢 似乎就沒有什麼用 我們給個Negative 沒有什麼用 幫不到你很多 就是剛才那句 It won't take you very far Unproductive 但是呢 同學呢 會覺得這樣做呢 會令他們 一定是好東西啦 而雖然呢 其他人就會覺得 他們只不過是這樣 這裏有個字叫Synicism 就叫解一解 它是解造 字典會譯作 粉世窒族 犬儒 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譬如呢 你見到有個有錢人呢 你就會說 超 垃圾 他只不過是富二代 家人給他錢而已 他自己是一個二世組來的 我就不同 我是靠我自己 那另一邊商 你見到一個窮人呢 你就會說 車 垃圾 一個死乞衣 窮鬼 走開一點 不要黏到我 OK 就是這樣啦 又譬如呢 考試人家高分過你 你就會說 即是他父母給他補習而已 一個星期補七科 我有這樣的家庭 我考得好過他 但是呢 見到一個低分過你 你就會說 廢柴 沒什麼用 懶 就是自己拿來的 是嗎 蠢的那隻豬 那所以呢 看什麼人都不順眼 看什麼事情都不順眼 唯有呢 唯我獨尊 自己是最美好的 就是這種 Cynical 所有東西你都否定 唯一肯定你自己的聰明才智 那就顯得好像很聰明那樣 Intelligent 那這個字呢 你以為是好東西呢 就不是啦 它雖然是有滿足感 但是這件事不是好東西來的 它只是給你一種嘴賤 串串功 什麼都被你否定了 顯得自己眾人皆罪 我獨醒 顯得好像很清高 但是這件事就是一個貶義詞來的 就是很賤格 做些傷天害理的事 都可以有滿足感的 但是這個字呢 都是負面的 那別人就會看穿 你只是在這裏粉細疾足 看什麼都不順眼 Cynical 那這裏是難的 八題選三 八個選項選三個 那你見到大家都命中率很低 而且有個很陰濕的答案 叫Grueling 那這裏出現了Gruel 那它是什麼呢 在Now呢 其實它是解竹 一些很稀的竹 燕蜜竹 那還要加上一個thene 那就淡而無味 即是說呢 你可能顯得很財智過人 機智過人 但是其實呢 是沒有什麼營養的稀竹水來的 也沒有營養 味道也都淡而無味 即是呢 負面 那這裏的Grueling 就完全跟剛才的Now 是沒有關係的 它的意思呢 是很折磨人 punishing 令人痛苦 筋疲力竭 同一個Now Gruel 那碗族完全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八個選項 有一個叫Difficult 都說一說 其實 朱老師是做錯了 就第三呢 我是寫了Difficult的 就是Difficult 用人呢 就不是解困難 但是仍然是一種惡搞啊 很難去滿足 很喜歡刁難別人 正如剛才所說的Synical 就是呢 所有人都踩低 只是懂得抬高自己 那這種人絕對是Difficult 那所以呢 老實說這題 朱老師做錯了 也都解不出 為什麼Difficult 有什麼問題的 那作者覺得呢 批判是沒有用的 就不是的 對你讀書求學 實在是有用的 你答問題 你會批判的嘛 True false not given 很清楚的嘛 不可以含糊 那這個no use 就是完全一點用都沒有 這個是很極端的答案 那麼可能性 答案質素就低了 學生如果沒有這麼critical 會學多了東西的 這個很正面 也是這篇文章的主子來的 開放心胸 那這個不知道什麼事 Not given 好了 第七段的主子是什麼呢 第七段都很值得提一提的 那一出到校門以外呢 這些學生呢 就很想用他們在學校得分 那一套批判技巧呢 嘗試在社會裡得分 那但是呢 這些的分數呢 通常都會令他們付出代價的 那通常拔這句呢 重點就來了 是會令他們呢 得不常失 付出代價的 作為一個呢 批判者 解構者呢 他們呢 是會創造了一個文化生態出來 是會對於創造意義 找尋意義呢 是沒有什麼容忍力的 那這一種的文化呢 就會那些知識分子啊 那些文化評論員呢 就會得到like 他們得到like的方式呢 就是去嘗試別人是不可信 美國政府不可信 中國政府也不可信 俄羅斯、印度、全世界都不可信 民運人士也不可信 哪個評論員呢 尤其是收了錢的 那所有人都不可信 那這一種的犬儒主義 這種的粉絲質族 並不是任何的成就咯 你指破不立 有破壞沒有建設 那你看看那些答案A呢 起校園以外需要包容 那似乎是很對的 都幾符合作者上說的東西 那第一要挑剔的呢 就是這個包容些什麼呢 好像有點空泛喔 是不是包容殺人強姦呢 還是包容什麼呢 那就不夠長了這個答案 那我們都給他個剔 看看有沒有更好的答案 批判思考呢 是會令你更加之受歡迎的喔 如果我出畢業之後 那講到畢業之後 那不是啦 很明顯是黑人真 批判思考呢 畢業之後呢 是會沒有什麼好處 這個小小一定要搞清楚喔 如果我說啊小小小 就是有些 但是小小小 就是沒有什麼好處 那似乎就是喔 即是你考試用那套呢 不代表你出到你社會用得回 那這個很符合我們的主旨 那麼 在到學校以外呢 是沒有什麼critical thinking 的 這些題簡直是不知道說什麼 社會本身沒有所謂有沒有critical thinking 是視乎個人去不去用出來的 所以這個不明 我給我交叉它了 那A和C衡量過之後呢 你覺得哪個更加之準確 第七段呢 主旨呢 很重要 因為它不只是第七段 它甚至是全文的主旨 那答案是C的 64題 追求的是Excellence 原文有Exuberance這個字 但是它很清楚追求的是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那1960年代開始呢 就強調更多的前者 這個真理教育已經成為了一個主導 Dominance 那所以是More 或者是Greater 那可能有同學會懶惰把forma改成letter的 就是前者多了 就是後者少了 那又不一定的 給多了錢 小明又不等於給少了錢 他的哥哥大明的 那而且很重要的是 後來呢 還未完的 只要繼續下去 講真理教育的 是同這個找錯處 挑錯處 和挑戰權威傳統的主思想呢 是同義詞來的 那這個是真的 那些人呢 就不喜歡再做參與者 就喜歡呢 做什麼呢 做這個的 做這個的觀眾 有兩個字 例如是 Spectator 和是Beholder 即是呢 看一場球賽 你就說 嘩 怎麼這麼差的啊 這樣都失球的啊 這樣個入樽 怎麼失了啊 炒粉啊 那些人就說 哇你這麼聰明 你換衣服下去打啊 你就說 車 我免得下場啊 打死他們 嚇壞人啊 那就不好遇我了 OK 就是說 天下無敵 造就無能為力 的一個 文化 一個虛無主義的文化 六十五題 看看第九段 那當然啦 批判式的反思呢 對於我們教學和從事學術呢 是很基本 亦都很重要的 但是 這個 懷疑成癖 成癮的時候呢 當是一種 聰明才智 智力的表現的時候 上了癮呢 你就會導致剝削了 減弱了我們的文化資源 那這個 過度沉溺 A 那這個字 都學一學吧 Fetish 是一種癖 戀物癖 戀腳癖 一些不可告人 通常都感覺到 有些變態的字 Fetish 那現代人類的兩個轉變呢 就是第一個這個 Fetishizing disbelief as a sign of intelligence 懷疑成癮症 覺得自己越懂得懷疑 就越是高智商 另一個轉變就是 人類的absorption能力 開始失去了 失去你要說得出來 人家用了一個metaphor 說成為瓶藝動物 你不可以用的 閱讀理解 一定要表現出你理解 它的literal meaning 不可以丟那個figurative 或者metaphorical meaning 這個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這個了 17% Fetishizing disbelief 我想同學未抄到這個 一定要抄買的 所以你會說到 我們可以用到一個角度去看這一題 題目問轉變 我們發現這一段出現了四個finite verbs 一個是is 一個是has contributed 接著是is becoming 接著是depends 還有這個where style 五個的 現在問轉變 不是simple present tense simple present tense 是一個永恆 太陽升起 拆牙洗臉 這些永恆的真理 就剩下這個present perfect tense 即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但跟現在有關 這就是轉變 或者正在變成這個十乘十 是轉變的一個趨勢 還有where style 這次都可以 因為它有一個increasingly 和兩個合起來都講到轉變 你有沒有想過grammar tenses 是幫你答到這一題 67條 就看下第十段 我就教一個叫電影與哲學的課程 我就堅持一些大學生 就看電影的時候 一定要收買他們的發光裝置 devices 並且我選擇什麼電影呢 就是一些不會很感觀性的 線情的 不是的 就沒有爆炸 沒有性愛 沒有gag的 就不是荷里活的大製作 那他們就覺得 我幹嘛收他們的手機 還是我這個死老爺呢 就不可以跟上他們那種multitasking的能力 但是最後漸漸他們都是放開了心胸 去投入自己用心 emotional 加上腦 intellectual 去進入這套電影的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他們都欣賞這些 平時沒有機會接觸到的哲學東西 文藝東西 而很感激我呢 是沒有迎合到他們那種最膚淺的口味 所以67題呢 作者當初是認為 學生最初是想看些什麼呢 就是看那三類東西 Explosions Sex Gadlines 或者是films Movies Things that immediately engage their senses 或者其實想看自己的手機也可以 Their own devices Students Earn phones Tablets Mobile Electronic Gadgets 那就這樣films和movies當然是不行啦 完全不知道篇文講的什麼啦 那些小孩怎麼看 自然教授要自己收手機呢 就覺得一定是個死老爺 跟不上時代 不像得自己年輕人可以一心多用 在那裡 Look Post Check Message 扣仔 打機 看戲 做齊了沒有問題的 就覺得是 只是個死老爺的 Failure to grasp 那有同學寫這些答案的話 簡直是恐怖分子 完全是自己作出來的 完全是沒有閱讀到篇文章 而最後呢 看戲看到忘記了自己的手機iPad 是什麼意思呢 暗示些什麼 最好玩的題目 暗示 不會明示 一定要你自己去想的 低頭俗好想看自己手機 錄自己手機的年輕人 看戲看到忘記了自己手機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太投入 投入忘形 They like They enjoy They are inspired by the film lesson Pay more attention They are more focus in class 或者 點體的這個字 absorbed 學會去吸收 放開懷抱 in the film relearn how to give themselves 這個照抄 They have encountered an expected source of information 十九條挺搞笑的 它就講博雅教育 我們香港亦通識 更多的國家會叫做博雅教育 又叫做人民教育 通才教育 全人教育 請問以下哪一項 不是博雅教育的好處呢 你看回文章 基本上找得到九成這一堆字 在這些字有些改變 lifestyles 就是various forms of life techniques 就是skills potential 就是existing knowledge instigate 就是initiate 四個有三個都是合理的轉換 人唯有一個是騙你的 是過度轉換的 那我覺得呢 techniques 那我覺得techniques和skills 是最相似的 生活方式和生活的形態呢 我覺得都是正路的 那現在剩下一個心字 那我當你兩個字都不懂了 那就最好不過了 potential 那你就要問自己 錢那個字是不是對等呢 潛能和現有的知識 是不是一樣呢 很簡單 你有一個死肥仔 你是很有打NBA的潛能來的 那請問你現在可不可以去打NBA 你現在可不可以去簽合同 可不可以去拿一年幾百萬美金的薪酬 不行 那潛能就不是完全 那我們發現呢 C是有可疑的 阿Micro Roth 講的blindness 是什麼意思呢 那這裡是一個metaphor 那這個失明呢 當然不是生物學上的失明 而是講的一種哲學的 無法看到別人觀點看到的東西 這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呢 你要給個字 你要講出那種缺陷 inability unable to understand blablabla things we don't know negative 或者是lake of understanding 要講到一個負面意思的 limited mind 思想狹隱都可以的 那當然英文很厲害的呢 就懂得用ignorance 不知prejudice 偏見 其實是挺好的答案 不過又太危險了 幾帶都寫這句 這句是原文給你的 不要show off自己太厲害的符合 沒有好處的 那當然最理想的做法呢 就是提供你自己的earned language 又抄一點點東西 即是寫 ignorance prejudice and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那就show到你自己對這件事 對Michael Roth的理解 那也是最保險的做法 所以呢 你可以抄東西 不加自己的東西 但是 不可以加自己的東西 而不抄東西 最好就兩樣做齊了 那來到這裡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就會看到呢 那個敵我陣型很分明的 那有什麼是作者是膨漲的呢 就是liberal education 博雅教育 absorption openness 有什麼是作者要反對 覺得要貶低的呢 有hard news critical thinking synicism closeness 一些自我封閉 那甚至我用一個哲學的字 叫niolism 虛無主義 所有價值都被否定 沒有東西是有價值的 OK 的一個狀態 那這些就是作者不想見到的 那 但是第十二段告訴我們呢 absorption都有個危險的波 那 danger呢 其實對一個字叫做risk 我們呢 我們呢有機會呢 過度去躺開心胸 過度接收思想 又聽人說 又看書 又聽電台主持 結果就八家真名 你自己不懂得去 你自己沒有了自己 re risk changing who we are 或者一個字 change 都可以的 re risk change 那這個時候呢 凡事都要拿個中容之道呢 你就會發現呢 有一樣東西救得到你的 是可以預防 防衛 防禦 防禦機制 就是critical thinking 那不是的 critical thinking 都有很多的程度 現在是說出一種呢 高強度的 heart nose critical thinking 不屈不撓的 見到那個heart 都知道是很硬頸 那光是critical thinking 你就會成為那72% 沒有了這一分 那誰自己really want 通常那麼淺的字呢 都會問一個沒有那麼淺的字 就是crave 第七十三條 一些總結題來的 不要答錯啊 學習應該對社會 是有些應用價值的 看不看得到心啊 即是很大怒的 殺中的 這些答案 那大學教育呢 只限於critical thinking 不可能啊 它是著重了 但是都未至於指局限於 那這個就見到它是extreme mindset 讓我考察一下 大學教育 這個博雅教育呢 是有助全人發展 這個是事實來的 應該呢 多些的解決問題 少些的批判思考 這個聽起來都真喔 那就糟了 三個批判 但是看回第十三段呢 博雅教育呢 不應該只局限於 critical thinking 和problem solving 你見不見到呢 一和二是綑綁在一起 如果一是壞事呢 二都不方好得去哪 所以呢 常識看來這句好像說得很好 但是兩個批判呢 就在這裏 都是78%的 終於來到這一題了 真可憐 32%和10% 硬砌 硬砌 硬砌副割題 critical到底有哪兩個意思呢 看了整篇文 一定是critical thinking 照抄就可以了 to think critically 或者critical thinking to criticize to point out areas to find contradictions 都可以的啦 都可以的啦 誰抄這句呢 真是 拉去 拉去浸豬籠 太危險了 自己都不 寫完之後 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那第二個意思呢 就是 看回一開始呢 In critical condition 其實只看標題呢 只有一個意思 就是 處於一個危桌狀態 我們送人入醫院呢 有三級制 良好 嚴重 危桌 那麼危桌 怎麼用英文說出來呢 就是 就是 It's quite serious Urgent to be in danger in a dangerous situation 那麼這題叫硬砌副割題 所以都是一個噴來的 相關語 那些青年人再顧著 批判 解構 否定一切的話呢 最終會瘦毀人亡 自己都好不行的 75題 作者的動機 寫這篇是什麼動機呢 那這些真的 被作者答自己都未必 答得中的 那我們看一下 考試怎樣處理 顯出正反的立場 這些呢 是 中立 懶是中立的 C 揭露一個危險的秘密 是很危險的 Critical 但是它是不是一個秘密呢 似乎有未至於 洩露國家機密的 那麼 去 娛樂讀者 這個都有點保留啦 笑不出啦 那剩下A和B A和B 表達一個很強的意見 還是 是表現出一件事的正反兩面呢 那 那 這題呢 這兩個答案其實都是真的 那但是呢 那 真的要選的話呢 我會問呢 通常如果有正有反呢 就顯出是好像沒有立場 好像是完全中間派中立派 是不是 但是作者呢 其實是 很強烈 有一方面的立場 作者是很清楚 壁裏分明 告訴你 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A呢 會是更加 提考評局上你答的東西 我重複是考評局上你答的東西 你問過作者呢 他不懂回答 分分鐘他可能選了Dog 一些大學教授級的幽默感呢 你未必得到這個意思 那 啊 考評局都不少了 文章拿去給作者去答 你夠不夠膽 拿給作者去試做先 是吧 然後呢 聽聽讀者的聲音 好喜歡阿Tom 他真是好囂囂 好囂囂 喂你沒有病啊 給六萬元 啊 走去借學生貸款 交學費住宿舍 最後是找不到工作的 不如呀 在大學呢 讀些STEM program 好啦 你呀 要追求這個作者文中所講的這種的博雅教育呀 你去圖書館就行啦 你學得更多 那未必免費的 可能遲還書都要罰款交個半的 那都便宜過六萬元很多啦 那你就真的可以去探索 什麼叫做人民教育 什麼叫做為人 身而為人 是什麼意思啦 這個字啦 懂不懂呀 這個是 Police Police OK 好心啦 Police Police 那很明顯 這篇文呢 就是寫來 讓美國的高等學府啊 是繼續去做他的烤炸機器 不斷 騙你們小朋友的錢 讀完學士再讀 赴碩士再讀 赴博士再讀 博士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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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賺到笑咯 OK 很困難很困難 那你就問他的立場是什麼 立場一定是 一定是反的啦 那反呢 在英文怎樣回答 立場呢 就是呢 很簡單 He disagrees He is against it 啊 或者 He is opposed to it 原因是呢 浪費錢 A waste of money Carsely expensive 你說六萬元呢 是沒有意義的 六萬元代表什麼呢 你可以說便宜的 六萬元我讀到想讀的東西是值的 但是他覺得貴 他覺得過半 只是值過半的 第二 找不到工 沒有飯吃 第三 你可以有一個alternative 明明圖書館自學都可以的 為什麼要浪費錢浪費時間 或者第二個alternative 讀STEM好過 行不行 那這兩個point呢 都是相對的 沒有東西是絕對的 行不行 那就不可以答大學是浪費錢 因為大學某些科是有意思 只是liberal education 在他眼中呢 是不值一萬的意思 那四個point 任選三個 那不是很多同學呢 拿得了第三個point 那順帶一提 兩位讀者呢 是哪裏人呢 六萬元美金和六萬元港幣相差很遠 還有這個很有親切感 公共圖書館借書 遲還不知多久 兩個禮拜 抱歉 兩個禮拜都不還 好像就是要罰一半 那我們看了這個GMT加8呢 格林威治時間 Greenwich Mean Time 那就知道這個是香港時間 就由美國跳了回來 好啦 Laura又是什麼立場呢 很神秘啊 Laura 他講了一句話是呢 要建造一件事呢 是需要數個月數年去設計和建造 很多人都做不到那個波 但是呢 只需要數個小時 也都不需要很多技能呢 就可以去拆毀它了 Racket Wrath 有沒有看過 無敵破壞王迪斯利 還是Pixar一套東西 換言之他的立場呢 就是羅馬飛一天建造 但是拿個徐仔要拆毀羅馬城呢 就很簡單 也都不需要讀很多書 也都不需要很多時間 那他跟Michael Roth 是不是一致呢 又或者這樣 考評局呢 都是很政治正確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有一個這麼迫裏分明 這麼明刀鳴槍 這麼囂張 這麼負面呢 總要有些正能量去中和 這個就是考評局追求的中立境界 所以Laura呢 幾大刀駁 是支持作者的 支持自由教育的 那你就答 yes because it is easier to take a part an argument idea than it is to build one criticize an argument than it is to make one 要講得出easier 又不需要時間 又不需要讀書 哪樣值得尊敬 哪樣值得學習呢 一目了然 同時呢 Laura用一個比喻 他在說起樓 起樓 起 structure 你就不好用 沒有意思的 要跳回去作者的主體 比喻 在什麼呢 就是argument ideas 行不行 所以這一分是很難拿的 stay 個percent 是不是 build a structure 沒有意思的 是比喻來的 所以這題呢 其實是暗藏 都在考你metaphor 你要說起主體 本體 語體的關係 行不行 最後舉到一個例子 就像朱老師拍這條片一樣 是有準備功夫 有些付出 但是你看完之後 可以在留言裡 大不了寫一句 垃圾 好悶 不想看 甚至按一個 dislike 都是非常之容易的 那所以呢 建設困難 拆位是容易的 那些人就會說 啊你這麼聰明 你自己拍這條片來看看 OK 那講到這裡 大家自己會做了 多謝